大家好,我是猫叔,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十增三菌鸡汤 这样做出的鸡汤,汤清,鸡肉不柴 既能吃上鲜甜的鸡肉,又能喝上美味的鸡汤 准备好以上所需的材料 这是一只嫩的三黄鸡,把它的鸡爪砍去 把两个鸡脚砍掉用于煲汤 砍半边来煲汤就可以了 汤锅大的,可以用一只 三黄鸡冷水下锅焯水 主要是去除它的浮沫和杂质 让汤变得更加的轻 水开后,把火关掉 把鸡取出,放入清水里,冲洗干净 炖鸡最好整只焯水 砍了再焯水,就没有鸡的味道了 用温水把这些干的菌类泡发 菌类泡发后,用清水把它洗几次 把残留在菌类上的沙子洗干净 准备一锅开水 把鸡和鸡爪放入锅中 再放入几块姜 再放入半只大地鱼 也可以放入虾米或者干贝 把洗净的三菌放到锅里 一同煲煮 水开后,先撇去浮油 再倒入两汤羹的花雕酒 再倒入两汤羹的花雕酒 最后,再收小火 煲它30分钟 30分钟后,把鸡肉取出来 我用的是嫩鸡,这个鸡不宜酒包 酒包的鸡肉就会变柴了 鸡肉取出后,再继续煲它一个半小时 一个半小时后,把锅盖打开 撇去浮油 再倒入新鲜的淮山,煲20分钟 接下来,开始砍鸡 把鸡肉逐一的砍成块状 砍成你喜欢的大小 大一点小一点没有所谓 这样做的鸡肉跟白切鸡一样 鸡肉嫩滑,有味 大家是怎么煲汤的? 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 汤煲好后,关火,放入枸杞和盐 枸杞不耐热,提前放就变酸汤了 把鸡汤和鸡肉分别盛入碗里 一款美味的十蒸三菌汤制作完成 这样做出的鸡汤是很清澈的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作品 请帮忙收藏评论转发 我请帮忙收藏评论转发